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最容易吃到大漏的莫过于做龙头骨了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却经常会出现无法捕捉到龙头骨第一波拉伸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办法也享受龙头骨带来的高收益呢 当然有 那就是龙回头战法 大家好我是古吃一哥 今天一哥给大家分享一个龙回头战法 那你在错过龙头骨第一波之后 也能够轻松吃到大漏 你只要看完今天的视频 一哥敢保证 你一定能够精准抓住龙头骨的回头波 对龙头骨技术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赞收藏加转发 新来的朋友 记得先点关注 好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视频 做龙头骨的回头波战法 你只要按下面五个步骤 就能轻松掌握 第一 早 早出15天内 涨幅大于50个点 且涨停板大于两个 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 叫做两板定龙头 如果你一个股票在15天内 连两个涨停板都没有 那算什么龙头 对吧 涨幅大于50个点 说明主力在 急速拉伸吃货 别看着50个点 非常多的样子 但是大家去算一下 15天内 50个点平均下来 一天也就三个点而已 找完之后我们该做什么 第二点 测 分析个股所属板块 所属题材 以及它开始上涨的时间 分析板块 我们去看 所属板块是否具有涨停效应 分析题材 我们去分析出 这个题材是不是具有长久性 还是说 属于那种昙花一现的消息面的题材 分析上涨时间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刚属于板块的起步阶段 还是中间阶段 还是说 已经到了尾部阶段 在考虑要不要入场去做它的 回头波 分析完之后 那路观察 然后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 等 等待个股 回调到支撑位置 主力资金在大幅拉伸后 由于短期获利分扣 股票的抛盘增多 需要对股价进行打压来进行洗盘 但是如果主力是洗盘 它一般只会打压到关键位置 而不会让股价跌破关键位置 那这种关键位置 一般是五日线 十日线 二十日线 如果在这种位置能够得到强力支撑 那说明主力后续拉伸的意愿非常强烈 这种位置 就给我们做龙回头的投资者 一个超低买路的买点 那什么时候进行买路呢 第四步 买 出现涨停板大阳线买路 一般情况下 六到十个点的 大阳线就值得我们进行关注 并且入手 但是 最稳健的是涨停板买路 是最稳健的 这说明主力拉伸意愿非常强烈 直接用涨停价位 封死股价 不让散户再进行买路 买完之后肯定也有卖出 那我们什么时候进行卖出呢 出现放量滞涨 K线见顶信号卖出 如果不知道K线见顶信号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去看我前面的 K线见顶信号内期的视频 好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它是六月份的时候的 一个新材料 锂电池太阳能板块的 一个个股的走势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一段时间 进行了长达四五个月的横盘 然后在这里 一亿根涨停阳线开始启动 启动之后 它从这里到这里 短短不到时间左右 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多 我们对它的板块题材运行时间 进行分析 分析之后我们得到 它是属于新材料 锂电池太阳能板块 并且是六月的时候 六月的时候 锂电池新材料 新龙元这一块 是市场的热点 所以非常值得我们 纳路观察 纳路观察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 等待 等待回调到支撑位置 一般是五日线 十日线 二十日线 我们看它回调到什么位置 明显它回调到五日线 当天这一天 它有回踩跌破五日线 但是马上以一个五个点的阳线 马上又拉上去了 其实激进者这一天就可以直接介入 但是稳重者可以等它第二天 第二天一个涨停 直接宣告龙头骨第二波开始 那如果你这一天介入 你最起码这一天 放量阴线 两天 二十个点的收入 当然你这一天介入的 也是没问题的 你介入之后 最起码到这里 十五到 十五到二十个点的收益 后面这一波 如果你是一个 经验丰富的投资者 可能后面的也能迟到 但是 经验不够丰富的 建议在这个位置出现 放量阴线之后 离场 先保住收益再说 第四点 就是买路 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所说的 那之后 第五点 就是卖出 也给大家说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进行买路 这个地方进行卖出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例子 同样的 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段时间 也是经过了 长达三四个月的横盘震荡之后 这一天 一个涨停板开始 宣告拉伸 同样 涨停板 大于两个 涨幅大于五十个点 然后 我们去 分析它的板块 题材 以及运行时间 它当时是二月份的 有色 稀有金属 稀土泳词 如果对这个板块熟悉的朋友 知道 二月份 另一波 有色跟稀有金属 因为大中方面的消息 是有一波 很大的拉伸的 那你选择出来之后 分析完 纳路观察 第三步 等待回调 回调到支撑位置 我们可以看 这个个股 跟上一个个股不同的地方 在于 它是回调到 十日线左右 这里 支撑住了 然后 等待它的买点出现 买点 就是这一天 以一个涨停 大阳线 突破十日线之后 完成了第二步的拉伸 那我们什么是卖出 同样的 出现放量质涨 K线建顶消化卖出 这一天 保守投资者 可以在这一天 全部卖出 如果你是 经验丰富的 那可能你可以 再吃完这个 其实 这个吃完之后 第二天 这个阴线 也是一个卖出 其实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卖出 是差不多的 那建议大家 在第一根 放量阴线的时候 就卖出 不要去 贪图 最后一个铜板 好 这就是给大家分享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的公式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中 可以对这个图 进行保存 去输入 去验证一下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 涨停 大于等于3 大家可以改成 大于等于2 或者说 大于等于4 都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 去进行调整 这个地方 是涨幅大于50% 那如果你觉得 50%的太高了 你可以调整成30% 调整成70% 都可以 这里均线多头 20 60 120 240日均线都是多头 好 大家可以去 自己输入一下 也可以到股吃 一哥的文章基地 一哥把这个公式 放在了文章基地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方法 是不是非常简单 又实用 如果大家一次没有看懂 大家可以收藏 本视频 多多研究它 掌握好今天的视频 一定能够让你买到龙头股的第二步 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如何选择龙头股 那大家可以点赞今天的视频 如果今天的视频点赞能够突破1000 一哥会专门会专门再出一期视频 教大家如何选择龙头股 好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最近平台出了一个重粉流量支持行动 如果你觉得一哥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能够帮助一哥 长按点赞键对本视频进行强烈推荐 你只要在视频的左下角 大拇指的地方长按点赞键 就能帮助一哥对本视频进行强烈推荐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